元宵节十二禁忌 国师提醒触犯恐破财 虽运缠身 记者许舒仪台北报导 今八日是农历的正月十五 也就是上元节 是三观大地的天观大地诞辰 三观是上元赐福天观紫微大地 中元赐罪地观清虚大地 下元解恶水观动音大地的合称 全名为三元三品三观大地 也称三界公 在道教中仅次于玉皇大地的神明 因此这天如同小过年 社团法人台中市民门命理教育协会创会理事长杨登科教授 特别提醒民众 有十二项禁忌需要注意 一元宵节当天是天观大地的诞辰日 应以喜庆为主 因此夫妻不能吵架 也应尽量避免孩子哭闹 打小孩 以免给家里带来煤气 二元宵节当天 杨登科建议避免剪法 因为法的谐音又同发 所以这天不要剪头发 免得把好运气剪掉了 因为发如同发财的发 这天剪法 财富恐喜之一空 一年存不下积蓄 三元宵节当日 避免看医生 除非病情突然加重 或先前已经住院 否则有当年恐病痛连连 四元宵节是一个普天同庆的节日 避免工具或设备损坏 否则整年恐财富流失 霉运降临 杨登科建议 提早预先检查 以防范损坏的事情发生 五身体疲弱或运气差的人 应避免到荒郊野外 坟地 灵谷塔等阴气和晦气较重的场所 以免沾染晦气上升 六元宵节当天 若丢失财物 则意味自己没有能力照顾好钱财 亦整年容易错失好机会 因此要特别注意别让财物遗失 七 不要借钱给人 否则 你今年的好运气恐被他人借走 八 米钢不可见底 恐有断吹之凶兆 影响财运 九 衣服不要弄破 否则一整年恐会破财 倒霉之兆 十 不要杀生 见血 否则 今年亦引发破财 即血光之灾 职业为此则不济 十一 避免说脏话 抱粗口 否则今年亦或从口出 不经意说错话而带来口角是非 十二 避免穿白色和黑色线条相间的衣服 因为这两种颜色与牢狱及死亡有关联 元宵节穿这两种颜色 会事事不能如愿 三立新闻网提醒您 以上言论及图片仅供参考 不代表本台立场 三立新闻网提醒您 现在把这种颜色的颜色 于是